大家要吃飽 吃飽要做什麼事 睡覺 這個剛剛中國人的好習慣 這個中午吃飽飯 我們睡個覺 這個精神會好一點 所以我們這一堂課 既然是中午以後 吃完吃飽飯 這個習慣性就是喜歡睡覺 也沒關係 我們可以 有時候可以稍微閉目養神一下 但是在我們要閉目養神之前 後寫跟我們大家要互相約法三章 我們大家互相參考一下 第一個 我們請各位道親要睡覺的時候 請你不要打憨出聲音 因為你出聲音會影響到後寫上課 第二個 我們請各位道親在睡覺的時候 你不要靠到旁邊的人的肩膀 你靠到旁邊的人肩膀 那別人就不好上課 這樣也不好意思 那第三個 我們在睡覺的時候 請大家不要流口水 因為等一下 下課休息的時候 我們服務員還要幫你拖地板 這樣子的話就不太好 感謝天恩師德 感謝老千人千人慈悲 那更感謝我們在道場上 這麼一段時間來 從我們求道 斜道 修道 半道以來 這麼多的點傳師 這麼多的講師 這麼多的淺顯 照顧我們 體系我們 成千我們 讓我們大家有這個機會 我們在火堂裡面求道 斜道 修道 半道 今天這個是一個很難得的緣分 我們在人世間我們得到自爭 自善 自美的一個道景 這個緣分是我們大家因為求道在一起 所以我們有這樣子的一個道遠 跟我們一般在社會上 在我們家庭裡面 在我們的家族 那種親情 友情 全部都不一樣 所以我們今天得到 能夠來這邊參加兩天的火會 真正是恭喜大家 也真是得到人生的自保 那好險 前人老提把 特別在我們火會 今天下午的第一堂課 我們跟大家參考人生真諦 人生真諦 那有一位修行人 他也是跟我們大家一樣 都是到處要去參訪名師 參訪這個大德者 要希望找到這個人生的究竟 人生的真諦 所以有一次看到一位修行者這個大德者 他就問他 他說這個人生真諦是什麼 人生到底是什麼 這個大德者 他說用講的比較慢 我用話的比較快 結果他就畫了一張圖 他畫的圖 一尺浮水 然後上面就立了一個塔 他說人生就像這樣子 一尺浮水上面立了一個塔 這位修行者他看不懂 他說這到底是什麼意思 他說 人生就像這一幅畫一樣 一塌糊塗 一塌糊塗 真的是一塌糊塗 為什麼是一塌糊塗 我們說生糊塗死糊塗 生的時候不曉得從什麼地方來的 死的時候也不曉得要到什麼地方去 所以這個叫做生糊塗死糊塗 可是這個生死之間中間這一段更糊塗 為什麼更糊塗 每天都不曉得再過什麼日子 早上六點鐘拼命起床 然後起床以後刷牙吃飯 趕工車上班 打卡八點 然後上了一天的班 又不曉得在上什麼 下午五點下班以後 又趕工車回去吃晚飯 吃晚飯八點檔聯繫去阿信 對不對 阿信看完以後就準備睡覺 第二天早上又爬起來 又開始趕工車上班 回來又吃晚飯又看八點檔 又是什麼 這次換成明天有你有沒有你 我們都不知道明天自己在哪裡 我們看的都是白天 白人的人生 永遠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所以他說生糊塗死糊塗 生死之間這一段 明明白白的更糊塗 所以人生就像這樣子 一塌糊塗 一塌糊塗 今天我們來修道半道內 在我們的肉體 除了我們的肉體之外 真正找到我們每一個人 真正的真主宰 在人生的過程當中 在累世的輪迴當中 找到我們每一個人的真主宰 找到每一個人的真心 找到每一個人的活性 找到我們每一個人的本來面目 本來面目 所以請問各位道信 我們像坤道女孩子哪一天最漂亮 結婚哪一天最漂亮對不對 結婚那一天最漂亮為什麼 因為化妝 新娘化妝 所以結婚那一天最漂亮 為什麼化妝最漂亮 因為一層的石油化學塗在臉上 是不是 化妝品就是石油化學做的 一定要一層的石油化學塗在臉上 所以最漂亮 不敢以本來的面目見人 不敢以本來面目見人 所以我們說 女孩子要靠化妝 男孩子就說 我們男孩子都不用化妝 我們都不用化妝了 其實現在我們說 男孩子化妝更厲害 為什麼化妝更厲害 因為本來是很虛偽的 你偏偏要裝成很誠實 現在很多人是這樣子對不對 本來是很柔弱的 你要裝成很勇敢 看到老鼠本來會怕 但是在妻子小孩子面前 你就不能怕 一定要把他抓起來 對不對 其實我們說男孩子化妝更厲害 其實厚學也是這樣子 每一次跟太太出門 碰到找不到路要問路 太太說 去問路 問路比較快 省得在那邊轉圈子 厚學說我不敢 你下去好了 然後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所以問路就是小姐 人比較要跟你說 所以真的有時候 我們說男孩子化妝得更厲害 有一個統計學家 他在統計 他說 男女雙畫面在交往的時候 最喜歡聽哪一句話 我愛你 是不是 我愛你 我永遠都愛你 他說 大家最喜歡聽這一句話 他去統計 他說 女孩子在跟男孩子講這一句話的時候 他講說 我愛你 我永遠都愛你 不管你將來變老了 我永遠都愛你 聽說 女孩子在跟男孩子講這一句話的時候 百分之九十九 女孩子講的是真的 而且男孩子也認為 女孩子講的是真的 可是如果 男孩子跟你孩子講說 我愛你 我永遠都愛你 不管你將來變老了 變醜了 我這一輩子永遠都愛你 聽說 這個是計統計 不是後學講的 他說 聽說在講這一句話的時候 女孩子認為男孩子講的是假的 而且男孩子自己也認為他講的是假的 這個是後學的太太跟後學講的 所以有時候我們講他說 真的人都是偽裝自己 沒有辦法 表現出原來的那種真心 原來的那種本來面目 所以我們才發生社會上這麼多的亂象 以前我們常常講說有不良少年 現在聽說有不良中年 每天打開報紙都是中年人 不太行的 那我們說今天我們來求道 我們來學道 我們找到人生生死的究竟 我們碰到有一位66歲的道親 他躺在醫院裡面 後學跟幾位道親 我們去看他 在去看他的時候 這位道親求道三年 63歲求道66歲的時候 他說他在醫院裡面 身體很不好已經快要回去了 已經快要回去了 已經快要回去了 我們去看他 他很傷感很感傷 他就跟我們大家講 他說我很遺憾 我三年前求道現在已經66歲 我已經要走了 我沒有辦法讓我的親戚朋友 全部都來求道 因為時間太短了 只有三年的時間而已 如果能夠讓我再長一點 再多活幾年的話 我一定可以讓我所有親戚朋友 全部都來求道 只可惜我現在躺在這裡 已經快要回去了 已經快要走了 這是去年 後學看到一位道親躺在床上 躺在醫院的病床上 跟後學講的話 他說他真的是很可惜 只有三年的時間 如果再早一點的話 那該多好 有一位62歲的道親 老人家 他參加我們的新民班 也就是參加完法會 回到我們火堂裡面參加新民班 然後這個新民班 我們是八個月 從現在開始 各位參加這一次法會結束以後 就可以回到我們的火堂裡面參加新民班 然後他參加法會到最後一堂課 八個月以後到今年差不多十夜左右 我們有最後一堂課 是感恩禮祝福 然後就請幾位道親 上台去發表新德 結果這位老先生 62歲 他通語無阻 八個月前情 哇 非常令人感動 結果 最後一堂課 我們負責講師 就請他說 老先生 你是不是可以講一講 你這個邪道的心得 他說好 結果他一上台 他怎麼說 他一上台 他就講說 我今年只有兩歲 他說我今年只有兩歲 為什麼 因為我兩年前求道 求道以後 我參加法會 然後我參加研究班 到現在呢 剛好是兩年 所以我今年只有兩歲 兩年以前 我不曉得 我的人生在過什麼日子 根本就是迷迷糊糊 一片空白 兩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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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參加法會 求道參加法會 參加研究班 來火堂 我才真正知道 人生的意義在哪裡 真正找到人生的目標 真正了解到人生的真地 人生的究竟 所以我的人生 實際上只有兩年 我現在只有兩歲 請問在座各位道親 您今年幾歲了 有人可能還沒滿周歲 可能有人今天早上才出生的 剛剛才去求道 現在才坐在這裡 所以有一隻青蛙 跟一隻大甲鱼 在那個井的旁邊 在那邊遊玩 然後這隻青蛙 就跟大甲鱼講說 你知道嗎 我住的地方 就在這個井裡面 你知道那有多好嗎 每天那個井水就在拍打我的翅膀 然後每天那個井底下的那個爛泥巴 就在跟我做腳底按摩 每天那個井裡面 都有好多的那個小蟲 小動物 在跟我一起遊玩 你知道我住的那個地方 所有有多好就有多好 那個大甲鱼一聽 哇這麼好 那我要下去看看 結果他就下去了 結果因為他身體太大了 那個井口太小 他就沒辦法下去 沒辦法下去 最後他放棄了 他就跟那隻青蛙講說 你那個井口太小 我沒辦法上去 我沒辦法下去 我不知道你住的地方 到底好到什麼程度 不過我倒是可以跟你介紹 我住的那個地方 我就住在東海那個地方 你知道東海那個地方 八千公里不足以形容它的深度 一萬公里不足以形容它的寬度 當初商湯的時候呢 天下三次的大旱災 東海沒有增加 沒有減少一點水 下雨的時候呢 天下三次的大水災 東海都沒有增加一點水 我就住在那個地方 青蛙一聽說 蛤 真的喔 有那麼好那麼大的地方 在座各位道經我們也是一樣 常常我們都在這個家庭 在上班 在家庭事業 這個牽線裡面轉 我們沒有走出去 沒有轉出去 我們不曉得這個天地有多寬 這個天地的真理智慧有多大 如果我們試著我們把它走出來 我們了解一下 到底這個天地有多寬 到底真理智慧有多深 我們每一個人試著把它走出來 人家說呢 人十三歲以後開始會去思考 我們今天在座每一個人都超過十三歲 會去思考什麼 生活的目的是什麼 生命的意義到底在哪裡 也就是真正的你會去想到 去探討人生真地 探討人生真地 從小到大呢 我們今天在座各位道經 我們都上過學校 我們都寫過座文 對不對 寫座文的時候呢 每一個人可能我們都很會寫座文 寫起來下筆如神 後來記得很清楚 從小到大真的老師出座文題目 大家都會寫 就是不會寫的 隔個兩三分鐘想一下也會寫 有一次老師出了一個座文題目 後來印象很深刻 什麼題目 一個字 哪一個字 我 只有一個字 我啊 今天如果是我的爸爸 我的媽媽 我的家庭 我的老師 什麼你都會寫 但是今天呢 老師出了一個題目 他說叫做一個字 我 大家開始寫 結果發現那一次呢 所有的人拿著那個筆 沒辦法動手 很多人甚至半個鐘頭寫不出來 寫不出一個字 為什麼 我是誰 我是什麼 我到底在哪裡 所以順治皇帝的出家詩裡面 他講到說 來死糊塗七十米 空在人間走一回 未曾生我 誰是我 生活之後我是誰 長大成人荒之我 何也朦朧又是誰 不如不來亦不去 亦無煩惱亦無悲 真的是我們大家呢 也許都有這樣子感受 所以我們今天了解人生真地 我們真正的能夠把人生的狀況 人生的問題 早一點來面對的話 早一點來思考 你的人生會更充實 更有智慧 就像我們說在打靶一樣 你一定要有那個標的 你才知道這支箭要射到哪裡 就好像我們的那個船 在大海中航行 你一定要有一個目的地的港口 你才能夠真正找到人生的目標 你才不會在人生苦海裡面 隨波逐流 隨波逐流 甚至碰到一點冰山 就變成鐵達尼澳下去了 你可以突破這個困難跟障礙 對不對 所以尼采他有一句話講 參透為何 必能迎接任何 必能迎接任何 吳敬禧博士在人生四大夢想裡面 他還講到說 第一個 尋找人生真地 我們今天在座各位道親 我們今天來這個地方 我們真正找到人生真地 第二個他講到說 尋找糧食亦友 哪個地方像我們這個地方 能夠每一個人都是找真理智慧的人 每一個人都是誤道邪道的人 這個地方才是真正的善知識 真正的找到糧食亦友 第三個夢 他說尋找終身的職業 哪一個職業 讓我們一輩子上班 不用退休 沒有 年紀越大老闆越不要你 因為你的薪水越來越高 對不對 那總有一天 到一個年紀一定要退休 只有我們今天 學到修到半道沒有人退休 包括我們老前人九十幾歲了 還是世界各國在跑 我們的前人七十幾歲了 還是一樣修到半道 沒有人退休 第四個呢 愛的這一次 我們今天在道場裡面 真正找到人生的自愛 人生的真愛 所以吳敬禧博士的人生四大夢想 在我們現在這個地方 可以讓大家 夢想成真 真正的夢想成真 所以我們接下來 跟各位探討 什麼叫做人 我們人呢 跟秦秀不同 人是頂天立地 秦壽是背天橫行 我們是頭頂天腳立地 秦壽他是背天橫行 所以我們說 人 所作所為 一定要養不愧天 虎不作地 這個是每一個人基本的 那人呢 既有理性 比較能夠去思維去思考 即使拆開來 我們的零件沒有比動物好到哪裡去 你的眼睛沒有像老鷹 可以在空中就看到下面的東西 對不對 你的手呢 沒有像老虎的手力氣那麼大 對不對 你的腳呢 沒有像馬跑得那麼快 你的鼻子呢 沒有像狗一樣 那麼靈敏 即使零件拆開來 你的 你沒有比動物好到哪裡去 但是呢 我們今天說呢 我們人 每一個人 我們人 既有理性 理性在天是叫天理 在人 就是性理 所以重用於一句話講 天命智慧性 今天呢 我們每一個我們常常講說 孟子姓善 孟子姓善 秦子姓惡 有沒有錯 沒有錯 講的不同 講的不同 所以我們的性體嚴敏 純善無二 孟子講人性本善 講的就是我們的天性 講的就是我們的天理良心 所以孟子修無形無相的這個德 到最後呢 他能夠名理成聖 他的意思就是這樣 他能夠成聖人 那今天呢 我們先天的這個性 落入後天的這個命 所以何而為叫做性命嘛 叫做這個性命 我們今天呢 先天的天性 落在後天的 跟人的後天的命 合在一起 叫做性命 所以因為受到器名 手機 物易手臂 我們都是在這個物質的欲望裡面 然後呢 你會造成 會有善惡之分 開始會有這些四四恢恢善惡 所以孟子講到說 人性非善非善惡 這個講的也沒有錯 問題就是 在這個地方 所以我們今天能夠通氣 稱賢 所以孟子稱為賢人 就在這裡 那我們今天講到說呢 大血之道 在明明德 在心明 在子儀自戰 講的就是呢 讓我們每一個人的這個天性 能夠把它光明出來 那但是呢 人說落在後天裡面 這個物易越多 執著越重 這個氣靈越積越多 人心敗壞 道德倫亡 就變成這樣 存善無惡 存善無惡 所以孫子講 人性本樂 講的就是後天 我們每一個人人心 對不對 所以我們常常呢 就爭這種有形有菜 有形有象的 這些 這些 看得到的這些財物 然後到最後呢 變成一頭空 春夢一場 直向執著在這裡 然後沒辦法淚入聖賢之斑 這個就是什麼 行止 講的就是我們的人心 所以每一個人 講的都沒有錯 只是說我們 從哪個方向去思考 所以我們講到說 人與天地的關係 我們每一個人 人家說天地人是三彩 人 唯有人 普天之下 唯有人 能夠跟天地並列為三彩 天地並列為三彩 天地並列為三彩 其實人有什麼偉大 時間不夠百年 比較偉大的 超過一百年 可是天呢 是天長地久 人呢 站下來空間不夠六尺而已 我們坐在這邊 不夠六尺寬而已 但其實呢 人家說天高地厚 你沒有人集中 人沒辦法跟天地來比 但是人集中 人最為貴 為什麼 因為天不會講話 地不會講話 只有人能夠代天先化 替天行道 只有人能夠自度度人 乘己乘人 所以我們說呢 天是一大天 人是一小天 所以我們常常講說 天有八萬四千個星秀 人有八萬四千個毛孔 天有三百六四五天 人有三百六四五個骨節 天有五斗六星 人有五臟六虎 天有太陽太陰 人有晶氣二神 天有日夜 人有兩顆眼睛 所以 人是一小天 天是一大天 我們今天每一個人來自於天 所以你說台灣人會說 天理要對良心 你的天理要對良心 講的就是這樣一件事 因為我們每個人來自於天 所以中國哲學最高的智慧是什麼 天人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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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去修道半道 真正的天人合一 所以古聖先選 直不出乎能知天下事 這個沒有什麼了不起 因爲什麼 天人合一 真正天人合一 所以孔子講五道義觀之 講的也是同樣這件事 所以明示意志點 讓我們知道靈性的這個尊貴 靈性的尊貴 人得一為大 人得一是大 是真正的大人 所以天命智慧性是什麼 老母 今天老師借著點團師的手 打開我們的前觀 讓我們每一個人知道 我們每一個人有一個靈性 有一個活性 什麼是靈性 靈性有兩個作用 一個是什麼 生命力 什麼是生命力 求生 人生下來就會去求生 每一個人都要生存在這個世界上 動物也有 狗啦 貓啦 牛啊 馬啊 每一個人都這樣 他生下來就要求生存在這個世界上 另外一個是什麼 生命能 一個是生命力 一個是生命能 什麼是生命能 德性 狗也有 你給牠換吃 牠就幫你看門 貓也有 你給牠換吃牠就幫你抓老鼠 牛也有 你給牠炒吃牠就幫你耕田 每一個動物都有 但是咧 所有的這些德性 在人的身上都可以找到 所以人 技別的這個德性咧 是所有動物的 所有的德性 在人身上 你全部都可以找到 所以 我們今天說 靈性咧 是萬德的根本源頭 萬德的根本源頭 人在這個世界上咧 生命力很強 生命力很強 你一定要生存在這個世界上 然後咧 你的生命能百分之百 百分之百的這個生命能 所以人在天地之間 你能夠替天地做事 這個叫做什麼 萬物之地 我們人稱為萬物之地 原因就在這個地方 所以 姓氏網 做主你必受明是一隻臉 毒破千金萬點 不辱明是一隻臉 這個道理就在這裡 道理就在這裡 接下來我們跟各位講人生 人生說起來就有頭髮了 有的人靠到妹妹唱 有的人很樂觀 真的是講起來人生是一把眼淚一把鼻涕 看你怎麼樣去想 有一顆沙子 落在 棒殼裡面 經過日夜的這個 青桃 有一天你打開這個棒殼 請問裡面是什麼 一顆閃亮亮的珍珠 對不對 同樣是這一粒沙子 掉到我們人的眼睛裡面 你就開始揉眼睛 開始哭 對不對 開始掉眼淚 同樣一粒沙子 在棒殼裡面 有一天它變成閃亮亮的珍珠 同樣這一粒沙子 掉在我們的眼睛裡面 我們很痛苦 你開始哭 開始掉眼淚 人生的過程就像這樣子 同樣是一個人 同樣是一個觀念 有些人 在人生苦海裡面流浪 有些人在人生 他能夠活得很精彩 所以我們今天講 生老病死 釋迦摩尼佛從小 在宮廷裡面長大 這個 當他生下來的時候 他爸爸就找人來跟他算命 算命的怎麼說 這個小孩子將來會當和尚 他爸爸說 這怎麼可以 這個人家當國王的 怎麼可以當和尚 所以從小到大 把他關在這個宮廷裡面 不敢讓他出門 因為一出門的話 萬一去當和尚 那怎麼辦 我這個國家 以後找誰當皇帝 所以從小到大 在宮廷裡面 就不敢讓他出門 然後十幾歲 就跟他起太太 也生了小孩 到了二十九歲的時候 不過釋迦摩尼佛跟他爸爸講說 我可不可以出去走一走逛一逛 從來都沒有出去 這個實在太可惜了 他爸爸想說 二十九歲了 對不對 已經起太太了 又有小孩子了 應該是沒問題吧 對不對 好啊 你要走就走啊 說出去走一走啊 其實我們知道他爸爸錯了 為什麼 因為他爸爸沒有練過倫理 孔子講十五有志與血三死而立 你知道嗎 他如果三十歲再放他出去 今天他就不一樣了 當初晚一點就差不多 整個世界都改觀了 結果呢 釋迦鳳佛你有二十九歲就出門了 出門以後呢 從南部鄉下呢 坐了自強澳的火車上台北 來到台北火車站呢 一下車呢 看到忠孝東路就車水馬龍 哇非常熱鬧 可是呢 腳不方便呢 又沒辦法上那個天橋 結果就要從忠孝東路呢 過馬路 可是一過要過馬路呢 看到旁邊呢 一個老人家 這個老人家呢 彎腰頭背呢 眼睛模糊 走路不方便 看到忠孝東路這麼多車子 他也不敢走過去 釋迦鳳佛你有大發慈悲心 想到說呢 哇這個老人家這麼可憐 連過個馬路都沒有辦法 就趕快牽著他的手呢 就過了這個忠孝東路的馬路 走過這個馬路以後 他想到說呢 有一天 難道我也會像他那樣子 當我老的時候呢 眼睛看不清楚 腳沒有力氣走路 然後看到車子呢 就沒辦法購馬路嘛 真的想起來也很感慨 然後呢 就走到新公園 新公園的旁邊呢 剛剛好是 現在好像是和平紀念公園 對不對 228和平紀念公園 走到這個和平紀念公園旁邊 剛好是台大醫院 台大醫院那一天呢 剛好是一百週年 宴慶 哇 裡面很熱鬧 整個醫院裡面像蔡市長 客滿 非常熱鬧 可是他走到醫院裡面去呢 他發現呢 雖然這麼多人 但是大家都很痛苦 為什麼 因為來到醫院裡面有一個輕鬆的 不是頭痛 就是腳痛 就是肚子痛 不然就是哪裡痛 哪裡生病 他說呢 雖然醫院裡面 全部都客滿的人 但是呢 每一個人都很痛苦 不是抱著肚子抱著頭 就是這樣 都愁眉哭 因為什麼 大家都生病 他想到說呢 難道有一天 我也要這樣子嗎 我也要像他們這樣子 就是生病 進醫院 看病 躺在那個手術台上面 認著人家宰哥嗎 哇 這真的生起來 很鬱鬱 這心情也不好 結果呢 就出了這個台大醫院 隨手招了一部計程車呢 想一想要去散散心 要去哪裡 龍心花眼 龍心花眼現在不用收門票 以前好幾年前要收票的 現在都開放了 那去到龍心花眼走一走 散散步 要走到龍心花眼 要經過了什麼地方 台北市立殯儀館 對不對 結果那一天剛好鄧立心 鄧姐出殯 那個麥克風裡面傳出呢 和日金再來 想到從小到大呢 這個鄧姐就是我的偶像 每一條歌我都會唱 想不到年紀輕輕 42歲就走了 每一個人到最後一天 終要走上這一條路 難道我也是這樣子嗎 所以看過人生的生老病死呢 釋迦邦妳有回到家宮廷裡面 這越想越不對勁 真正要找到人生的這個究竟答案 解脫生老病死的究竟答案 結果三天半夜 翻牆出走 翻牆出走以後 坐上那個計程車 那個計程車司機說 你這樣子 想盡龍華富貴 身為一個太子 將來要當國王 你為什麼要出家當和尚 釋迦牟尼我問他說 請問第一件事 你能夠保證我這一輩子 永遠青春美麗嗎 司機說沒辦法 好那你就載我走 所以就這樣子 真正要找到人生的究竟答案 解開生老病死的究竟答案 我們今天在座 天上地下 唯我唯道獨尊 古往今來生死世道 每一個人修道半道 就是解開生死的究竟這條路 我們今天每一個人 我們來求道 我們真正解開生死的究竟 真正找到人生的究竟答案 真正找到人生究竟答案 所以我們跟大家互相來探討 我們先從這個地方 死啊 從最後想 每一個人都是趕死隊 你知道嗎 為什麼 每一個人生下來 就往這個地方衝 是不是 大家都往這個地方衝 都往這個地方衝 死啊 人生無常 真的是人生無常 人命在呼吸之間 我們在座有老人家比較抱歉 有三個老人在一起喝茶聊天 第一個老人說 哇明年的今天 我們三個人 能不能再記在一起泡茶聊天 第二個老人說 哇你講得太遠了 明天早上醒過來的時候 是不是我們三個人 能夠在一起泡茶 那水都沒有把握 第三個老人說 你講得更遠了 等一下這一口茶喝下去 能不能再吐出來 水都不知道 對不對 所以人命在呼吸之間 很無常 這個就是無常 什麼是無常 人命在呼吸之間 這一口氣進氣 下一口氣沒有出來 人就不見了 人就不見了 所以計統計 地球上 每天晚上 有五千多個人 今天晚上睡著了 明天早上就沒有再爬起來 這樣各位聽到懂嗎 每天有五千多個人 今天晚上睡著 明天早上就沒有爬起來了 就沒有爬起來了 有一天我們今天在座各位到心裡 也跟這五千多個人一樣 今天晚上睡著 明天早上就沒有再爬起來 這個叫做什麼 善鐘 這叫做好死 人家說 人家不怕 不求好生 求好死 能夠這樣子回去也不錯 有人連睡覺的機會都沒有 為什麼 飛機已經到家了 他偏偏連睡覺的機會都沒有 就這樣走了 是不是 連睡覺都沒有機會 就這樣走了 所以老人家 說三長兩短 其實我們說 人要走 老人家說人要走 自己會知道 他說 他說 當你 土漬器的氣很長 吸進來的氣很短 時間就差不多了 你自己可以走 你知道 土漬器的氣很長 吸進來的氣很短 人就差不多要走了 為什麼 三長兩短 你知道 三長兩短 你知道 那個意思是怎麼知道 所以最近後期 最近人家說 台灣得到機溫 你知道 香港是機溫 台灣也是機溫 會機不一樣而已 那個字不一樣而已 所以最近後期做一次飛機 本來以前都買黃牛票的 現在都刷卡 這個太太特別交代一定要刷卡 而且要刷金卡那一張 一千兩百萬 或許說沒對 一千兩百萬 這最後也要一千兩百萬 要拿起來 對不對 要刷卡 要刷卡 一定要一千兩百萬 旅行這時候不行 我們也要刷 對不對 哪裡 哪裡 說不刷的 這一千兩百萬一定要刷 對不對 刷了以後 上去是不是安心了 最好是不要用到 對不對 所以上去以後還是會 還是會擔心 太太交代說 開始上飛機就要用三寶 聽說可以抖個避難 我說有那麼嚴重 這樣老師很累 我們佛佛老師的話 就保佑我們這些土耳 就累死了 對不對 不過做起來還是會怕 對不對 所以看得開 你做做看 最近這幾天做飛機的人 你一定有這個感受 尤其是要在降落那一刻 你會開始祈禱 稍微想一下 我剛才不知道 刷卡 再切地址 對不對 也不錯啦 一千兩百萬再加九百九十九 好像超過兩千 聽說很多人 在算這條錢不錯 所以我們說 臨時掉淚珠萬有化成五 拋情千里外 慈悲中千古 真的有時候人這樣一走了 就是 再見了 千古再見 其妍妍了陽師 一道孤魂走殷屍 師相相隔一層子 都要插那個人家紗 有時候僅僅僅僅 都要插那一層子而已 就望墓園草木菇 清明節快到了 跟你以前的人見面 只能在清明節掃墓的時候了 再來我們講病 病 誰沒有生過病 每一個人都生過病 你要說 最好偶爾小病不患 大病不要來 如果說從來沒有生病了 一生病就回去了 就走了 所以這個要小心 因為你常生病才知道自己 身體要注意哪個地方 要多保重 你不要破壞的時候 你就不知道什麼事情就出問題了 一出問題就去了 所以大病不患 小病不斷 花無百日紅 人無千日好 有人說 我就是什麼都不怕 張威就說 他跟諸哥孔明說 我天不怕 地不怕 連死我都不怕 諸哥孔明寫一個字 他就怕了 哪一個字 病 寫在他頭上 他就怕了 所以我們看到每天醫院裡面加護病房 你看那都很多人 後來碰到一個稻親跟他說 兩天 我們去參加法會兩天就好了 坐兩天就好了 他說 我哪有時間 我家庭會忙 我室會忙 我上班也忙 我什麼都會忙 我事情很多 我哪有時間去那邊坐兩天 後來說 沒有時間坐兩天沒關係 不然兩個鐘頭 跟我去醫院裡面 那個長庚加護病房 有一個稻親生病 躺在那裡就沒時間了 所以我們今天在座各位圈先生 你坐在這裡很幸福耶 有人想要來都沒有辦法來了 能夠坐在這裡 這是很幸福的事情 是很幸福的事情 所以我們說 真的是 有時候你看到 看到 看到生病 看到別人生病 我們自己都覺得很痛苦 所以既統計 這個是美國的統計 不是台灣的資料 各位參考一下 美國的統計 每30秒 癌症侵襲 每30秒 癌症侵襲一個人 也就是說 在整個美國地區內 每30秒 有一個人發生癌症 有一個人得到癌症 這個是很可怕 所以每一年 有50萬多的人 死得到癌症 這個是美國的統計 50萬多多少人 也就是我們整個板橋地區 牢牢 少少全部加起來 50多萬 都中中就中了 這樣有恐怖 台灣 你照比例換算一下 這個也是很恐怖的 所以 有一場醫學演講裡面 有一位醫生博士 他上台發表癌症的心得報告 他一上台 第一句話就說什麼 第一句話就說 我們今天在座聽 演講的所有的醫生 我跟你們講 在20年以內 我們之中的每三個人 就有一個人會得癌症 這個是醫學研究報告的成果 所有人聽到開始 坐在這裡 你就聽到差不多了 所以接下來我們講 老 什麼是老 人剩下來就開始老了 人剩下來就開始老 各位前顯 我們從早上9點來到這個地方 現在已經2點了 各位已經老了5個鐘頭了 你知道嗎 已經老了5點鐘了 所以我們今天說 真的是人老了實在 有時候也是 很不得已 有時候看看我們的主父母 人老了就是這樣子 看看我們的父母就是這樣子 所以含義記12郎文裡面 他講到說 42歲而已 他講到法昌昌 刺茫茫茫刺 動搖 我們今天在座各位前行 有年輕的 有老人家 有終點的 真的是 有時候人生剛在起步 有時候已經過了高峰 已經在下坡了 這個真的是 想想我們每一個人都很感慨 我們有一個道親內當道友 專門帶人家帶團出國旅遊 現在台灣很流行 以前母親節到了是送個禮物給媽媽 買個蛋糕給媽媽 現在不是 帶著爸爸媽媽出國旅遊 自己沒空的話沒關係 跟爸爸媽媽報名出國旅遊 對不對 很流行的 我們這個道親內當道友 他就常常帶團出去 我們就問他 帶團出去好不好 你這個工作很輕鬆 可以各地遊覽 他說 十團裡面八團是什麼 老人團 老人家有時間嘛 所以都是老人家出遊的 你看中正機場 一大堆 一大堆都是老人家出去 他說 這個老人家出國 說起來 輕鬆也很輕鬆啦 累也很累啦 他說累怎麼累呢 因為什麼東西都看不懂 英文也不會講 然後那個格式也不會寫 然後進到旅館的房間也不曉得怎麼開燈 連開床都不會 每一個房間都要進去跟他開燈開床 他說累實在是很累 他說輕鬆也很輕鬆 他說為什麼 他說因為大家都走不動了 有一次呢 游到那個北京的萬里長城 整部遊覽車 有一半的人 到了萬里長城 那個當地的地別說 你知道嗎 全地球上最偉大的建築 聽說阿姆斯壯在太空裡面 看到地球 只看到兩個東西 一個是金字塔 一個是萬里長城 哇 這個是不得了 這個老友講的口莫橫輝 到了目的地以後 要下車了 有一半的人說 你們下去就好 我們留在車上休息 走不動了 然後呢 就下去了 另外一半真的下去了 看了沒多久 就走上來了 走上來 留在車上那一半就問了 好不好玩啊 你知道下去那一半怎麼說呢 一邊走上來一邊罵 有什麼好看 那個萬里長城幾個磚塊疊起來 我跟你講要看 回到台灣我帶你去看 鄉下我家的房子就是這樣子做的 他們家也是鎮腳疊 鎮腳也是鎮腳疊起來 也是這樣做的 他們什麼好看 累都累死人 走到那個西安的那個兵馬用啊 那個地別說 這個是國寶 不簡單 青史王的時候都埋在地裡面 這個迷我去看太可惜了 結果呢 三分之二的人走不動了 下不去了 我在遊覽車上邊睡覺就好 你們要去的人自己去 結果三分之一的人下去了 看一看以後呢 又走上來 走上來 留在車上又問了 好不好看啊 你知道那走上來 又一邊走又一邊罵了 有什麼好看 浪費我的時間 我走不動了 還叫我下去看 要看的話 回到台灣我帶你去看 鷹哥做的比那個好看 他說鷹哥做的比那個好看 所以我們說呢 人到老了 我們今天在座的老人家 抱歉 然後有一句話講他說 七十不留宿 八十不流慘 這個是什麼意思 人到七十歲以後 你不要在別人家裡面睡覺 為什麼 沒有人敢保證 你第二天能不能爬起來 人到了八十歲以後 你絕對不要在別人家裡面吃飯 為什麼 因為這一口噴 這一口噴吞下去 下一口噴能不能出來 誰都不知道 所以我們今天講說 真的是 歷境天涯路 酸田莫自知 擁有之之力 哨壯都互出 真的是 哨壯臉的時候 哨臉中臉都互出去了 但是呢 水漸漸淫飄浮 凋零漏帽又苦之 人好的就像那個 苦之一樣 行走殿山六島四 處在何方都不出 人到哪裡都不知道 所以中世晚間新聞 每天都跟你報告 迷失的老人 因為他不曉得自己家在哪裡 不曉得自己家在哪裡 所以老受高臨血氣虧 明道樹痛悔 真正我們今天知道了 往臨事事事活有愧 重新念花灰 從現在開始 我們還可以 還可以 還可以好好的來把握 那為什麼會有這些老病死 為什麼 因為是生下來 生是元凶 真正的凶手是誰 生才是真正的我們 所以人一出生就哭了 為什麼哭 拍名又來了 你知道 拍名又來了 是不是這樣 所以一出生就哭了 不哭他還打到你哭 真的是很可恨 對不對 本來不想來了 他還打到你來 對不對 所以張良感慨 坐仁然仍然 坐難坐仁 確實是這樣 人生是苦海 所以多元人鹹少元吃 惡被人厭善被欺 人都是這樣 互召嫉妒貧召賤 算來自然何天氣 青山不管人間時何利水 何能許是非 有時候 子皇收神安身刺 搖頭白首說不知 這個是張良的那個感慨 所以我們今天 我們今天 我們今天說 生老病死人生的苦海 人生的四大苦 其實人生八苦裡面還有什麼 求不得苦 人生不如一次十之八九 股票該漲的不漲 不該漲的他偏偏漲了 該跌的不跌 他不跌的他偏偏跌 後鞋的爸爸退休了 退休上來跟後鞋住在一起 你知道 本來家裡面訂報紙 買東西很方便都是 隨便買一買就好 不是喔 現在不是 現在呢 這個兩份報紙一定要到 這個統一State Valley買 而且一次買一份 柴米油鹽醬入茶 一定要 找這個有什麼 花票的商店 而且不用買太多 一次買一點點 一次拿一張花票 這個退休以後呢 人最大的快樂就是 兩個一堆一次花票 太好了 對不對 而且花票呢 越跌越高 這個收集了一大堆 有一天呢 後鞋下班回家 兩個小孩子跟爺爺 高興的跳起來 中獎了 真正中獎了 後鞋跟他講說 中多少 兩百塊 兩年 兩年中兩百塊 高興的要命 求不得苦啊 真的是 人就是啊 命裡有死 中稀有啊 命裡無死 莫強求 其實當作熱氣也不錯啦 不一定要中獎 那另外還有什麼 愛別離苦 生離死別 人生最痛的事啊 還有什麼 厭真會苦 不是厭家不濟透 所以人家說 夫妻是眼 惡言善言 無言不來啊 真的是無言不解 父子是債 為還債討債 無債不來 真的是厭真會苦 然後還有什麼 五雲勝苦 射受想行事 貪稱之 這些都是苦啊 這些都是煩惱像火一樣 這樣一直招啊 一直招 其實我們講說 像這樣煩惱 貪稱吃啊 我們幾個例子講 今天中午的飯 好不好吃 好吃齁 現在晚上聽說更好吃 有道心齁吃飽飯齁 我問他說好不好吃 有沒有吃飽 他說有 很好吃啊 我吃飽了 但是很緊張耶 我說怎麼緊張 因為四個人做一桌齁 這夾菜很緊張 然後他吃很多的 夾菜很緊張 因為怕說夾不夠 他說吃起來很快 我們這邊不會啦 因為這個菜量都夠了 我也很緊張 他就說 我這個因為吃完比較慢 所以有時候吃到第二碗第三碗 怕沒菜 所以我吃一個 我還看第二盤 還要想第三盤 不曉得還在不在 還要煩惱第四盤 等一下我第二碗的時候還有沒有 所以他吃一碗 像三碗都是 這很難 所以人的貪心不足 真的有時候是很煩惱很動苦 人的稱恨心也一樣 不要說只是貪心 我們每一個人 每天那種稱恨心也一樣 你知道 有一個人在山裡面開車 那個山裡面開車都是彎道 那個山路都是彎彎曲 然後呢 他就從一個彎道就彎過來了 就剛好走上那個坪路 直路 結果發現前面一個彎道 又有一批車子也開過來 又轉過來 結果就跟他相會 兩個人相會 對方那個車子把車窗搖下來 一個女孩子開車 還把車窗搖下來 還罵她是什麼 罵她是豬 罵得很厲害 罵她是豬 他實在一聽就很生氣 我這個山路開車已經開很慢了 而且還開在我自己的車道 並沒有侵探到你對方的車道 竟然把車窗搖下來 還罵我是豬 而且還是女孩子 抱歉今天我們有困到女孩子在場 然後呢 他就很生氣 他還把車窗搖下來 他罵回去 他罵什麼 母豬 罵得更大聲 罵回去 結果 兩部車子就這樣交匯過去 然後他就跑到前面 就彎過那個彎道 結果他一彎過彎道以後 他發現一件事 什麼事 前面的路上有一隻豬 真的是一隻豬在路上 他才想到說 糟糕 人家剛剛那一部車子 那個女孩子是跟我警告說 你彎過彎道以後 有一次住在路上要小心 結果以為人家在罵我 還把人家罵回去 你說這個人的憎恨心有多大 對不對 有時候我們常常都是這樣子 其實人生 不是只有這個生命老 並死的過程而已 人是生命 是成長 是創造 是成先啟後 是祭天利己的過程 所以我們說生命是喜悅 是內涵的花光 真正是有形無形的結合 我們就像這個杯子一樣 這個杯子呢 是外面有形 裡面中空 有形無形的結合 就是因為裡面空的 你才能夠裝水 如果裡面都添滿了 你哪裡 那個水要裝到哪裡去 對不對 所以這個有形無形的結合 黃子也是一樣 中間十塊水你都添滿了 我們今天坐在哪裡 所以我們今天人也是一樣 我們的生命也是一樣 真我假我 我們的肉體跟我們靈性 真我假我結合在一起 你就生了 我們要在這個短暫的人生的生命裡面 讓它花光 然後有一天你走了 死了 就是這個真我假我 肉體跟你的靈性 婚禮 婚禮 氣化清紅肉化你 但是靈性永遠存在 活性呢 不生不死 不增不減不滅 不增不滅 不增不減 不生不滅 所以我們說永生 上帝說 信我者也有永生 有沒有可能 有可能啊 因為什麼 因為不生不死 你的靈性不生不死 真正永生 上帝講這句話沒有錯 所以我們講活活啊 季空活活 為什麼 人先在世就是活活 有一天你走人 已經是活活 因為你靈性永遠不死 靈性永遠不死 所以我們說 生命是當下是積極的 生命是當下 你要把握此刻 有些人就問啊 修道是老人家的事情啊 我還這麼年輕 我還有很多事情要做 這個是老人家沒事做 才修道半道邪道的 即使莊州講一句話講說 我本不予生忽然生在世 我本不予死忽然死其次 誰知道呢 下一刻誰哪一個 對不對 下一刻誰要回去啊 所以末代老來方邪道 孤魂都是少年人 這是真的我跟你講 棺材是裝死人 不是裝老人 所以我們今天講 最近那個空難很多 其實既統計 那個空難還不可怕 台灣呢 車禍每年死傷兩萬多個 這是最近報紙的統計 比那個兩百多個還要多 台灣每年車禍死傷兩萬多個人 而且呢 百分之八九十都是年輕人 這個是很可怕 以前沒有戴安全帽還更可怕 現在稍微好一點 情況稍微好一點 但是還是很不得了的事情 所以既統計 台灣 我們生長在台灣 每一個人在五十年裡面 你這一生 在五十年的生命裡面 你絕對會碰到車禍 這個是既統計的 大小車禍你絕對會碰上 水都逃不過去 水都逃不過去 所以我們說 這個是很可怕 所以半道呢 有人說 半道會落於消極嗎 半道會消極嗎 其實要看我們自己怎麼想 就像這一杯水一樣 剩下半杯的水 比較悲觀的人說 怎麼剩下只有半杯水 但是比較樂觀的人說 還有半杯水可以喝 所以完全看我們自己 淋自己的一個信念 所以我們今天講 有人講不知者無罪 我們常常講這一句話 再作為藉口 不知者無罪 其實我們今天要說 不知者受害最大 不知者受害最大 為什麼 就像那個火一樣 小孩子不知道 那個火的厲害 手伸進去 他就被燙傷了 對他就被燒傷了 可是我們今天知道 那個火很厲害 你的手就不會伸進去 我們今天也是一樣 你知道人生的真理 你知道人生究竟是 人生的苦 你今天也能夠更積極 更有智慧的面對人生 就好像我們今天在座 中人人比較多 很多人都喜歡吃苦瓜 苦瓜很難 苦的啊 什麼好吃 但是你為什麼喜歡吃 因為苦到最後 吃到最後 越吃越甜 越吃越乾 苦中甘來 苦中甘來 我們今天修道半道 環繞化為普敵 真正的功課 在這個家裡面 在家出家 求到得到修道 真的 在人生 事業家庭 在這個聖業裡面 這個就是我們修行的功課 在這個人生苦海裡面 你要能夠掙脫出來 上帝關了一扇窗 並把你打開另一扇門 打開你另一扇門 對不對 今天我們拿到老師的鑰匙 我們說明文的色戀 每一個人都在這個 命運的守戀守住了 但是今天老師給我們一把鑰匙 這一把鑰匙 讓我們每一個人去開 打開閒關一窍 就給我們每一個人生命的鑰匙 讓我們打開這個鑰匙 我們要能夠把握 所以觀自在菩薩 度一切苦惡 你今天也真正在這裡面 找到自己的觀自在菩薩 外在拜的是觀世音菩薩 內在自己是觀自在菩薩 也只有自己的觀自在菩薩 你才能夠真正的度一切苦惡 真實不虛 心經裡面 佛菩薩 就跟我們講 絕對沒有謊言 就跟我們這樣講 所以人生的真樂 苦惡是自己心的感受 要看你怎麼去想 有些人生病了 很痛苦煩惱 啊我怎麼這麼壞命 我又打拼了 我躲在門城上 我都不動 但是有些人生病 我們道青生病 躺在醫院裡面 他怎麼講 我們去看他 他說 我一天到晚忙得要命 很難得有機會在這邊休息 他說在醫院裡面休息 就躺在那邊休息 這個真的要看得開 我難得有機會看書 聽錄音帶 我今天躺在醫院裡 我能夠看書 看錄音帶不用去上班 公司來請病假 多好還花薪水 對不對 真的是他說 這個是很幸福 看你理念怎麼想 而且還渡旁邊那一床的人求到 你說有多厲害 買衣送衣 還鹹鹹鹹鹹鹹鹹的那種 所以我們今天講的 要看我們你新的一個感受 所以素食的樂是不是真的 有時候我們說 喝酒吃喝玩樂打麻將看電影 那才能 那才是快樂 其實有沒有解決問題 沒有解決問題 完全沒有解決 你看了一部電影 你兩個鐘頭出來 人生的問題解決了嗎 沒有解決 所以人生究竟的答案 只有在我們秋道裡面 只有在佛堂裡面 在經典裡面 在道裡面 在三寶裡面 在我們得到明示意志典裡面 你才能夠找到 人生究竟的答案 什麼是智慧 讓我們每一個人 真正在這個真理智慧 能夠心安 能夠心平 遇到人生的這些生命的實相 生老病死痛苦煩惱 你能夠真正的去突破 你才能夠真正的找到解答 所以生命的答案 你不在外找 不是外面去追求 不是外面去拜拜 不是外面去找哪一個師父 而是你自己內在的內求 你自己自己 老是跟你講的明示意志典 內在的觀智在菩薩 內在的自我的真理智慧 自我的一個靈性 所以我們今天每一個人 華喜充滿 你今天在求道學道修道以後 你很高興 華喜充滿 聽到你聽得力 聽得力 聽得力 你聽得力 立心 你真正做神了 你能做神了 你已經真正成為神仙菩薩了 今天坐在這裡 已經成為神仙菩薩 所以孔子講第一句話 只會邪惡實習之不異業夫 不是在考試 不是在讀書 而是在邪道修道辦道 這個才是能夠真正的快樂 真正的高興 所以我們最後跟大家講 肯定自己人生的價值 肯定自己人生的價值 我們每一個人要珍惜自己的緣分 今天能夠來到這裡 這個緣分真的不簡單 家裡面哥哥怎麼跟爸爸吵架 哥哥跟爸爸講說 如果你不剩下我 我今天就不會跟你吵架 這樣說有利嗎 稍微有通 爸爸怎麼說 爸爸說 你阿公阿嬤不剩下我的話 我今天就不會剩下你 這樣有通嗎 稍微有通 所以每一個人上面兩個父母 兩個父母上面四個祖父母 四個祖父母上面 八個祖父母 八個祖父母上面 十六個高祖父母 請問在座各位道親 如果照這樣算上去的是二的次方 一路一直算上去十代就好 先算十代就好了 十代 十代以前 十代以前 就要決定今天剩下 有一個人坐在這邊開法會 這十代要有多少個人結婚你知道嗎 二的十次方 一千零二十四個人 這不簡單耶 你看這就很不簡單耶 如果照這樣一路推算上去的話 二的二十次方 三十次方 如果推算到孔子那個年代 就決定今天有一個人生下來 坐在這邊開法會 要有六二的六十個次方的人結婚 你回去按計算機 超過一趟 哇這不簡單耶 你看我們這個人來到這裡 不簡單嗎 所以我們要珍惜自己的緣分 人生難得 發揮到我們每一個人的欠能 我們要發揮人的一個欠能 所以釋迦牟尼佛弟子問他 他就講 每一個人得到這個人生耶 就像 土裡面 一大片的大地裡面 隨手抓一把土 這個土多不多 多 比起來很少渺小 我們人也是一樣 真的要得到這個人生耶 是很不簡單 那得到呢更不簡單 更不簡單 就是像那個烏龜啊 在大海來 大海中呢 茫茫的在大海中耶 在那邊 在那邊游啊 但是剛好呢 大海中有一塊木頭 中間破了一個洞 烏龜伸頭上來 要呼一口氣耶 剛好伸到那個木頭的那個洞上面 這樣不簡單喔 這更不簡單 所以我們今天得人生 要真正的得到 這個是非常的不簡單 我們要發揮每一個人的欠能 每一個人只有這個欠能 有一個酒鬼啊 晚上喝得睡醒醒了 要回家 他回家看路看不清楚耶 這個回家的路上 又要經過那個墳墓啊 人家那個墳墓已經歐好了 你知道嗎 已經歐好一空在那裡 他這樣看不清楚喔 走走走 就掉到那個洞裡面去了 那個洞太深耶 又跳會跳不上去啊 天氣又這麼冷耶 他想到說呢 不回家不行啊 還是要跳啊 結果跳了兩三次耶 跳不上去啊 跳不上去他放棄啊 明天早上再說啦 天亮的再說 他就坐在那個角落耶 就在那邊休息 隔了一陣子耶 又一個酒鬼耶 又走走走 通的一陣子又下來了 又跳下來 結果這個第二個下來的人 也想說不行啊 天氣這麼冷 誰又被動死啊 還是要回去啊 結果他也跳了 跳了幾次耶 都差一點點 就是跳不上去 結果第一個下來的人 坐在那個角落 就出聲音了 沒辦法啦 不要跳了啦 結果他一聽咧 哪邊鬼跑出來 砰的一聲就跳上去了 你知道嗎 別人沒蹲到蹲到 你就上去了 你知道嗎 所以我們今天講的 每一個人都有這個潛能 只要我們發揮這個潛能 其實美麗跟醜陋很難說啦 五官長對位置就好啦 對不對 真正的你眼睛耳朵鼻子 鼻子嘴巴有了就好了 眉毛說 眼睛耳朵鼻子嘴巴抗議說 眉毛最沒用長的最上面 眉毛最沒用對不對 有些人還把它剃掉了 眼睛還可以看 耳朵還可以聽 鼻子可以呼吸 嘴巴還可以吃完 眉毛做什麼 沒露用還可以把它剃掉 對不對 所以眉毛最沒用長的最上面 大家都抗議 結果呢 眉毛說那不然這樣好了啦 眼睛長到我眉毛上面好了 那可以嗎 那你一天到晚掉眼淚 對不對 那不然長到鼻子下面好了 天天打噴嚏 那不然長到嘴巴下面好了 你說能看嗎 對不對 所以我們今天講說呢 真的 要珍惜自己 掌握自己的一個潛能 眼睛耳朵鼻子嘴巴 為什麼要長在前面 為什麼不長在後面 他的意思就是叫我們向前走 我們每一個人要積極樂觀 我們每一個人要上生命的旅途 是向前面走的 不是向後倒退的 我們要有一個向前看的心理 向前看的心理 所以不要看清自己 不要看清自己 天生我才必有用 天生我才必有用 生下來就不平等 誰都不平等 能夠選的話 不一定要選在 剛剛好在李家在王家 對不對 所以我們今天講了 誰都不平等 五個手指頭 不要說你伸 你伸在你自己的家裡面 不公平 我們自己身上 五根手指頭伸出來 都不一樣長 對不對 大拇指說我最醒 你看我第一 我最厲害 食指說不對 媽媽炒菜 用我這隻手指頭去檢查 嚐一嚐 如果沒有這隻的話 我們都不用吃飯了 這個中指說不對不對 你看我排起來我最高 所以我最醒 我最厲害 吳明子說 你們都講錯了 結婚的時候 戒指掛在我這裡 如果沒有我的話 你們都不用來了 對不對 小子說 你看你們都第一 你們都最高 你們都最醒 你們都最厲害 你們都功勞最大 但是呢 拜拜的時候我站最前面 成仙奏佛我最快 有沒有 拜拜騎著頭前 對不對 所以成仙奏佛人同心 所以有時候 我們不要看清自己 天生我才不有用 必有這個用途 明智一支點 找回到我們每一個人本來面目 我們每一個人 能夠找到這個本來面目 活性一統 人人都是鮮火的化身 都是鮮火的化身 就像那個小雞脫殼一樣 現在看不到 我們中年以上的人都看得到 我們老母雞 呼小雞 在外面抽一個洞 然後把那個蛋殼剝開 小雞在蛋殼裡面 自己蹦出來 我們今天也是一樣 老師呢 藉著點團日的手 打開我們每一個人 閒關一窍 我們自己在這裡面 我們要走出來 即使我們每一個人 都跟鮮火一樣 活性相同 活性都是相同的 就像這一杯水一樣 這一杯如果是牛奶 你把它倒一滴出來 請問是不是牛奶 也是牛奶 本質都相同 一杯是牛奶 一滴也是牛奶 這個本質都相同 哪裡不同 量不同 一杯是一大杯 這個量很大 一滴是一點點 這個量很小 本質都相同 只是它的量不同而已 我們今天跟鮮火菩薩也是一樣 本質都相同 每一個人都是鮮火菩薩的化身 每一個人都有佛性 哪裡不同 功德不同 鮮火菩薩的功德比較大 坐在佛桌上面 我們的功德比較小 坐在佛桌下面 對不對 有一天你的功德 跟它一樣的時候 你也坐在佛桌上面 所以我們今天每一個人 活性都是相同 人人都是鮮火菩薩的化身 我們今天每一個人都要回家 真正今天我們求道邪道 回到我們原來的家 我們今天每一個人要回家了 真正要回家了 要真正來修道辦道 所以我們說電燈啊 今天電燈都打開了 所以我們這邊這麼亮 其實電燈要大放光明 一定要兩個動作 一個動作是什麼 找到開關 對不對 一定要找到開關 我們今天每一個人求道 我們每一個人都找到開關 第二個動作是什麼 你一定要走過去按 你一定按下那個開關 所以我們今天找到開關以後 你要去開 你要去開 我們今天呢 找到人生的真諦 你要真正的自己去開 得到明示意志點 你要真正的去走 真正去行 要真正不惜此行 人生來走一趟 短短沒有幾年 真的幾十年 一晃就過去了 你要不惜此行 真正的脫胎換骨 脫胎換骨 在這裡不管剩多少時間 我們就是不惜此行 脫胎換骨 人都有這個住職性 每一個人都是自己決定自己 今天走到那個門口 請問要走進來 或是走出去 誰決定 自己決定 別人沒辦法幫你決定 是我們自己決定 到底這隻腳要踏進來 或是這隻腳要轉出去 是我們自己決定 別人沒辦法幫我們決定 所以我們今天講 師父引進門 修行在個人 到底是往上面走 或是往下面走 誰決定 我們自己決定 我們自己決定 腳長在我們身上 所以我們每一個人要把握 夜亮看起來 白天晚上看起來是一樣 但是晚上 他能夠發揮 無限的光芒 能夠指引大家 一條晚上 黑暗的晚上 有光明的路 我們今天外表上 我們每一個人長得都差不多一樣 但是你發出來的那個德性 發出來的那個光不一樣 所以我們今天 我們大家在這個人生的禮讀上面 我們希望能夠充分的 珍惜掌握我們這個肉體 我們這個人生 好好的最假修身 修到半道 然後呢 真正讓自己 發揮出光芒 好不好 好